好 再來看到在臺北縣 盧州一所國中的男體育老師 現在被指控 藉著生教組長的身份 多次向男學生伸出嫌豬手 受害的學生感覺不舒服 出言制止 卻反被老師嗆說摸一下會死嗎 家長氣氛的控訴老師失職 痛批校方護短不處理 已經向警方報案 15歲還在就讀國中三年級的大男孩 出面控訴學校生教組長 常以搜身檢查是否在違禁品為由 在校園角落向他伸出嫌豬手 像沒人的地方吧 然後把我叫住 然後問我話 然後用身體把我擋住 我要走他不讓我走 然後我問他要幹嘛 然後他就摸 就是這樣摸我下體 很不舒服 而且我還把他剝開 我把他剝開 我問他說幹嘛摸我 然後他回我一句說什麼 我摸一下就不會死 學生家長不斷向校方反應 狀況不見好轉 校方還堅信老師是單純誤觸學生下棋 告知家長要接到書面申請書 才要展開調查 檢查什麼有違禁品什麼 這樣可以接受 可是不可能兩三次 他有跟我保證說 不會再動到他的 就孩子一直摸這樣也不行 跟學校反應 反應好像在踢皮球 找校長很難找 沒有開會就是外出 因為學務司組沒有給我一個交代 來回奔波校園十多趟 學生家長忍無可忍 向教育局申訴 還直接報警控告老師性騷擾 對於指控學校校長 主任等一級主管 整個上午聯繫不上 無從得知校方反應 警示新聞學家人邱少陽 台北報導 台北報導 謝謝 小鳳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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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